抓緊繩索拼命拉 乍看像極的拔河 其实有更崇高的使命 长29公尺 宽1.2公尺的桥梯 全部来自安地斯高原 耐寒的野草 这项技术已经流传500多年 首先要用石头敲软 泡水 经过妇女敲手编织 再有男人从虾谷两旁 一条一条往中间绑起来 每年六月雨季结束 周遭四个村落就会全员出洞 在祈福中建造新桥 也感谢旧桥一年来的照顾 并让他回归峡谷怀抱 是村落的凝聚 祖先的智慧 更是人跟自然的连结 草神桥传统在2013年 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疫情期间曾因为重建 暂停而倒塌 如今再度悬空拉起 社区的重生就此开展 大爱新闻秋凯恩编译